向来拒绝承认中国南海主权的菲律宾 因为军用补给船 星期六遭到中国海警拦截 还被水炮攻击 完全无视菲律宾船员的性命安全 谴责中方欺人太甚 事件导致中非南海纷争进一步恶化 菲律宾当局星期天发布一份声明指出 这起事件发生在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水域 当时一艘中国海警船 对正在执行例行部队轮换和补给任务的 菲律宾军用补给船进行拦截和水炮攻击 而这也是2021年11月以来 再一次发生中国对菲律宾补给船 发射水炮的事故 不过向来不顾国际反对 坚持主张拥有南海主权的中国 则是回应说 是菲律宾在未经批准之下 非法闯入中国海域 所以中国海警只是依法实施必要管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